我跟叶芳姐认识 我跟叶芳姐认识呢 听我这么称呼就知道 她更多就是我的一位朋友 然后呢也是忘年交 其实我是通过宝华姐认识叶芳姐的 就是认识宝华姐的时候呢 我就想又因为台湾大美人 然后后来宝华姐把那个 叶芳姐介绍给我的时候 我想哇又是一位美女 因为就是我就觉得台湾的女生 很多时候就是比现在的大陆的女生呢 她有更多就是比较嗲的 比较轮软的这种特点 很多时候大陆女生有的时候 会更加的女汉子 然后关于那个叶芳姐的艺术 其实我原来对叶芳姐的艺术 只停留在前年了吧 在多轮的她的个展上面 然后当时呢 她的冲作主要是绘画 再加上影像 也有一点陶芝妮做的那个session 然后昨天晚上我到了以后 在那个现场看到了展览的时候 我其实是蛮惊喜的 就叶芳姐在对自己又有新的要求 然后又有新的突破 她的艺术我觉得会有几个特点 就首先呢就是她 她克制就非常克制的去用颜色 非常就像今天那个开幕式的时候 廖老师介绍的 就说她是为天女 然后同时我觉得 叶芳姐非常的聪明 冰雪聪明 她善于阳长避短 而且善于利用材料 就就比如她在那个色彩的运用上 她的整个画面大家就注意 就只有灰色料 没有更多的颜色 就是灰色料的运用呢 就是会相对的来说 会容易达到一种很淡雅 很脱俗的这种感觉 然后同时呢 也会有淡淡的一种忧郁的这种味道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如果过于单一呢 就像秦宗书写过一篇文章叫《论俗气》 他就说有的时候俗气的原因就是多 比如一个人的手上败了很多戒指 就显得俗气 但是如果为了避免俗气 选择了单一性呢 有的时候就会又会容易相反 就会有过于单调乏味 在这个注意色料的就是单一性和控制上 一方姐就是做到了就是单纯性 但同时呢 他用了多种手法和媒介来达到了就是丰富性 就比如他那个涌碳调里面 就像这些艺术家 当内艺术家 他可能很多时候是用大装置 用在整个大空间里面 你进入他的作品以后 你会有这种沉浸式的感受 但是一方姐就很聪明的用了这种很小的一个空间 但是一旦你靠近 然后呢就同样会有一种沉浸式的享受和这种 这种就是整个人被他带入进去的这个感觉 而且他的那个涌碳调就是让我感觉 他是在造圆 就造镜 镜就是镜这个镜 就通过一个很小的直尺空间 来把这个中国传统园林的那种感觉给造出来 然后就这个里面有这种游戏的感觉 然后呢也有很多就是可以发挥想象的一个空间 就非常好玩 有没有趣味性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一方姐的作品里面 今天就是看过去的时候也介绍到 他有设计的一个经历和设计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在他的整个作品中可以也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就比如他在做绘画的时候 他的绘画构图 比如那副竹子叫一式独立 就他的那个画面呢就是竹干呢是在右边 然后竹叶是在画面的上方 然后把画面最中心的部位都给留白了 就这样的做法当然像那个潘天兽都有这样做 但是这个让我想到就是结合那个叶方姐的设计的这个经历 让我想到就是有位刘德的艺术家叫善皇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善就是单一的这个单的这个善 凡是挺凡的凡 他呢就是试验了用高豪斯的设计的构图的原理去画墨竹 然后呢就画了几百幅的墨竹 因为他用了一种就是高豪斯的那种共同原理画出来以后 就是他的墨竹呢就有完全的新的这种给人就耳慰新的感受 可能叶方姐没有这么明确的这个意识去把他的设计的功底用在这个绘画上 但是我在他的各种的画面的就是各个局部的处理啊 以及整体的画面的经营上也感受到了就是设计在他的艺术和绘画中的一个作用 另外呢就是在他的作品中就是说 刚才风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大陆就是看光了那种非常强烈的 非常震撼人心的那样的一些作品 就很震撼眼球的 然后在那个叶方姐的作品里头就是你就可以静静地去感受 然后呢也有很多传统的元素 就比如他这种写意性 就是他做的那些慈离做的山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捏了几下 但是你完全就已经意识到了哦 这个是山 而且是不同形容的山 这种子心就是点到为止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把这种传统的概念化这种意象的写意化就是做得非常好 而且他的整个风格就比较空灵和淡烊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也还想就是再说一下就是 关于女性艺术家的问题 其实我对这个话题并不关注 因为我觉得作品的好坏跟男女的这个性别并没有关系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很多女性艺术家为了在这个相对来说 还是男性社会的这个艺术界里面想要出跳 有的时候可能会用比男性艺术家还要强烈的方式 但是我比较欣赏那个叶芳姐 就是还是用她一种比较自然的流露的这种方式 来做她的艺术和体现出她的女性特质 没有就是假装用一种很大汉的非常强烈的方式 所以这个在整个当代艺术界 我觉得可能也要引起反思 就是说当代艺术一定要这么就是吓人吗 或者是一定要那种什么比如吃福音啊 或者是就一些比较数据上的刺激的方式去表现吗 可能这个还是比较值得引起讨论的关注 谢谢大家